好,所以呢 等一下麻煩各位瀏覽器打開之後 你到研究分享這邊,點進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創科教育,點進來 然後軟體 創科教育需要用到軟體裡面 我們今天會用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Transformer 那它有兩個版本 我們用的是社群免費版 Community這一個,所以請你把它按右鍵 請你把它按右鍵下載 好,把它下載回來 然後還有一個 是Squatch 448 這兩個都是一樣的 不知道當初為什麼放兩個 請你也把它下載回來 好,把這兩支程式下載回來 然後驅動程式 驅動程式的部分 如果你家裡的電腦沒有安裝 或學校電腦沒有安裝的話 你會要下載兩支 第一支是這一個 Arduino 這個在官方網站都有 然後第二個是CH341的驅動程式 沒看到 待會我再把它放上去 好,那 所以請各位先 我們今天實作的部分 先把這兩支下載回來 我們來擺一下 好,那各位邊下載 邊聽我亂講 好 學這個東西 學寫程式 跟做這個Arduino的硬體的 創意的東西 在以前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以前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你要控制硬體 多半要寫到C語言 組合語言 那所以呢 通常要到大專院校之後 你學相關的程式語言 才有辦法去做程式設計 然後在硬體的控制呢 如果你要控制到一個東西 真的會動的話 那你還需要有 電子類的這個 電子電機類的基礎 那這個通常也是到大專院校之後 但是因為隨著科技的進步 那MIT MIT就發明了那個Squitch這個軟體 發明了Squitch那個軟體 然後這個軟體 它幫我們解決了很多的門檻 第一個就是寫程式那些語法的門檻 第二個 它有中文 不然我們看到英文頭就暈了 第三個 寫程式要記語法 Squitch不用語法 它是拿記錄堆疊 所以你不用考慮它的文法 到底要怎麼寫 不用 你就自己堆疊這樣 那所以 這些門檻都破除之後呢 國小小朋友現在就可以寫程式 國小的小朋友 只要看得懂中文 會動滑鼠的 他都可以開始寫程式 那硬體的部分呢 更誇張 以前你還要讀電子學 那些電子零件你才會用 可是現在 有意大利人發明了 Arduino這個東西 那它因為把它都模組化了 所以你在網路上可以買到很多的模組 感測器模組或者是什麼伺服機等等 那這些模組只要把線插上去 你不用管它怎麼運作 你就可以用你的Squitch去控制它 所以換句話說 這兩個硬體的門檻 軟體的門檻都沒有了 所以其實國小的小朋友 就可以開始玩一些發明啊 創作之類的 甚至把你家都自動化 把你家整個都自動化 做一些有趣的玩具 或者是真正可以用的東西 那這樣就會變得很簡單 那我們這兩天就是跟各位說 這東西怎麼玩 然後還有如果你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有哪些事情可能是要注意的 要注意的 那因為107年以後 那個課綱有規定 現在是法定 國中理上在科技領域 寫程式這個部分 就是運算思維這個部分 他是必修課 必修課 所以每從一年 從那個國中七年級開始 通通一定要上課 你不能不上 而且都要會 變成基本素養 那國小因為沒有法源的依據 他只是建議而已 所以各位可以自由發揮 自由發揮 好 如果各位在教學的過程中 有任何問題 請你舉手 我們過去協助 如果來不及 你也舉個手 沒有關係 我們都可以放慢 好 都開始下載了 好 那我再先換一下畫面 3 2 1 好 驅動程式的安裝 如果你回家 不會安裝 這邊就有影片了 那所以原則上 硬體一定要驅動 你買任何設備 硬體都要驅動 那我們Ardeno有兩種版本 有兩種版本 第一 看看正常的Ardeno原版的 原版的長相大概長這樣 好長這樣 然後 它有一個無限大的符號 好 這是原版的 現在一片好像七八百塊 到以前我們買的時候 是一千多塊 好 七八百塊 那是原廠的 那如果你是用這一種形狀的 或者是你是對岸買的 一片可能兩三百 兩三百 但是它有這個圖案 長得一模一樣 好 那你的驅動程式 你安裝的方式就會是 你安裝的方式就是用原版 原廠的方式去安裝 好 那如果你買的是像我們 我們下午或明天會用到的這一套 好 這個板子 上面沒有那個無限大的符號的 然後一片也很便宜 一百多塊 兩百多塊的 好 這個就是 相容版 相容版 意思就是功能都一樣 不會打折 但是價格打很大的折 好 這個叫相容版 那如果你是用相容版的話 因為它的通訊晶片不一樣 好 它跟電腦的USB的通訊晶片不一樣 所以它要用另外一個層次來驅動 好 那所以 如果你用到的是那一個片子的話 就要用 下載這個三四億的晶片來驅動 那反正這兩個只要都裝了 你不管買到的是哪一種 你不會判斷也沒關係 就都可以驅動 好 那這個部分需要的話 就是看影片就好了 兩個都有講 兩個都有講 然後待會我們要裝的是 2.0版的Squatch 還有Transformer 好 那這個部分我說 這上面有影片 如果你忘記的話 可以回去看 那我們就直接先來安裝 好 剛剛各位下載的東西 你下載的東西 我們原則上 大家 看到 我們官 輸的東西 還有 感谢观看